好,我们继续看第二段 好,我们这个我们来分一下 这个一跟前面的个发音 这个 ng, ng在后面我们只要 ng的声音 这个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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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 spe, u, pu, spei 个 dividends 好,个,额要发音哦 这个额要发音哦 个,额, man, m, an a, n在一起, art 个, quantity 好,他说,另外 na kama ya ga 那个 汉地这个原地的周围 它的附近呢 就有或是在 18是数字咯 如果是9呢 对不对 如果是7呢 18不定 一颗两颗的颗 18不定 他可能是一重两重的吧 因为那个草的话 有一种草是 它是一大颗很大颗很大颗 所以他可能就是用这样子算 18不定 他说有八颗草 那前面一段呢 他说有四朵花 对不对 他说田园第一段 他说有八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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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颗来算 应该那个草就很大颗了 好 再来 有八颗 有八颗 高兴的在干什么呢 在跳舞 谁在跳舞呢 好 他说有八颗 风吹的时候呢 他们就很高兴的跳舞 哇 这个 这个花 这个花和格尔曼 那个草呢 风吹他们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非常高兴的 干什么呢 8颗 好 再来 他说会哟,那个花朵也会敬礼哟 花朵也会敬礼哟 好,再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音节 A跟前面的 B,A,B,K 后面,K小声 M,A,M,A 这个钱面这个,他自己翻 D,M,B,K,еж,G,L,G,L D,M,B,K,G,L,G,L,G,L,G G,ors,G,L,G,L,G 因为它的叶子可能比较密 它们风吹的时候,它就把,就好像在拍手一样 所以呢他说 所以他说草呢也会拍手呢 也会拍手哦 那花呢他会什么 他会点头他会敬礼哦 这一篇很像在形容他的田园是很美的 对不对 不管是花也美 然后草呢 他草他风吹的时候 他很像在拍手 那花风吹的时候 他好像怎么样 在点头 那这样看上去很像在干什么呢 很像在没有意 对不对 很像在没有意一样 所以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再念一次 很像是没有意义的 有意义的 他很美对不对 那我们来听看看课文里面他念的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想象的 用想象的说我如果坐在石头上面 我看着我的田园看着妈妈的菜园好了 看着妈妈的菜园当有风来的时候 有时候菜旁边会有一些野花 还会有粑还会有草 当风吹来的时候他是不是在风中摇曳 那种感觉就很快乐很舒服 你不要想说好热工作很辛苦 你转换一个心情去看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哇那个草原来他会拍手 那个荷曼会打八个花 对不对 然后那个花会怎么样 原来他会点头 风吹来的时候 有时候不一定 那个雨水滴下去打下来的时候 打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也会点头点头 那又不一样的情况 那你可以自己去想象好不好 那你有空的时候你想象一下 你可以把它画下来 那下次呢我们缴作业的时候 你就一并把它交上来 那也可以分享一下 你在那个雅基或是雅雅的田园上面 如果真的没有花园也可以啊 对不对 那圆圆的山你觉得有什么感觉 那你就可以把它画下来 要不然就是下次呢 我们来一同分享好不好 好 那我们第十课呢 我们先上到这边 下次呢我们再 在做分析 在做朗读 还有在举行练习 好 吃饿了 再见